来自澎湖的角瓜 去皮切块 跟虾浆融为一体 能制造出简单清爽口感 面皮外薄内厚 包进内馅 像是把钞票包了进去 精准25公克 在天上黄沉沉的蟹黄 师傅以熟练技巧 边拉面皮边快速包折 以14折海螺旋法 一折折堆叠上去 消除累积的地头 能让汤包吃起来 又薄又多汁 它就是一折一折 慢慢地往上跑的意思 所以它在包后比较顺 汤包躲在蒸笼里 白烟鸟鸟 阴郁水汽 一出容看见小巧可爱的汤包 白里透着一丝翠绿 金黄色的汤汁满是精华 可得小心烫口 角瓜的甜勾起虾子 及蟹黄的鲜 疗于舌尖 你咬得到它的那种口感 不会说完全就是软烂 很新鲜 然后就切得到脚瓜 跟蝦子的那个鲜甜味 如果上海汤包 没办法满足贪吃的嘴 那就再来一道正宗上海料理 保证宠坏你的味蕾 把轻松的香气透过不断摇晃 入味浸到鱼下巴里 老抽酱油增加色泽 用上海菜经常使用微炖的方式 煮15到20分钟直到收汁 本身我们用的是淡海水仰值 它本身它的鱼长的成长速度比较慢 它有海水的效应 所以它胶质会比较丰富 吃起来鱼肉会特别滑嫩 接着还要不断摇动 吸收锅器才有香味 这道红烧鱼下巴 鱼肉细致 尤其鱼下巴的肉 满满胶原蛋白 黏Q有弹性 胶香味让整体口感更丰富 有一些鱼可能会有一些 那种腥味什么 但是它完全没有 吃完红烧鱼 再来一道上海经典名菜 一品鱼面筋 用精华火腿备注 以及老母鸡炖煮三四小时 汤头清甜爽口 手工做的鱼面筋 吸收汤汁 软嫩香Q 完全收服陶客的心 这道菜呈现出来是 比较清甜的 可是又不失老母鸡那种味道 戴着黑狂眼镜 长相斯文的师傅 正是老板庄哲宇 从十几岁时 就开始学习上海料理 不过家中富裕的他 一度放弃餐饮业 跟随父亲到印尼 追起高尔夫球选手梦想 那时候其实 我真正想到走的路是打球 餐饮没有做以后 我就开始打球 就开始投入打球 然后到了印尼以后 就真正的一直在 培训一直在打球 无奈运动伤害 父亲又经商失败 家道中弱 庄哲宇只好停止脚步 为了帮家里还债 辗转到了中国当起金融业务 业务的工作可能就是比较繁忙 然后就应酬多 对 就是喝酒 每天就是喝酒 对 就身体就搞坏了 直到健康亮红灯 庄哲宇拖着疲惫身躯回到台湾 想起自己还有餐饮专才 决定重始锅产 从零开始 回来餐饮业 其实你是从 又从零开始 所以那段时间你就必须要加倍 你就必须要去加倍 去完成这个工作 庄哲宇先到连锁饭店 当上海点心厨师 直到贵人出现 浮起他创业的勇气 一个上海阿姨 她嫁来台湾很多年了 然后她有一天到 到饭店去吃饭 她点了一个 汤包 跟花束蒸饺 她吃了觉得跟他们在上海 那种味道很像 就她就很喜欢我们的味道 对 然后听说她就想见 对 然后她就跟我们的外厂经理说 她想进来看看这个师傅的年纪 到底多大 是不是就是以前的老师傅 结果她进来看不是 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是以为说一些鼓励的话 只是说她吃着那个味 熟悉的味道 她觉得 她觉得很开心 这个是我很大的动力 客人最真实的反应 让庄哲宇有了信心 竹梦踏实重新出发 选在台北东区开店 打开时光宝盒 不喝经典上海菜 要唤醒韬客时髦的 老灵魂 老灵魂